阴系深情是娱乐圈演员经常会发生的一种状况 因此也诞生了不少的明星情侣 甚至有些最后还步入了婚姻殿堂 今天我们要知道的这位主人公 韩国女演员金素颜和老公李尚宇也是如此 不过比起其他阴系深情的明星夫妇 他们的身份转变实在太快了 从相恋到结婚总共才花了七个月的时间 甚至当时还一度传出绯闻 说他们阴系深情并不靠谱 很有可能是凤子成婚 不过每次大家都会问金素颜是不是怀孕了 她每次都会适口否认 不过大家的质疑也是有其原因的 毕竟恋爱七个月就结婚实在太快了 就连喜欢他们的粉丝当时也是不敢相信 不过随着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谣言也能看出 他们两个人就是因为喜欢而在一起的 并没有因为怀孕而被迫结婚 也就是因为有他们这样的缘分 所以能够在认识七个月后就跨入了婚姻的殿堂 现在看到金素颜和李商宇这对金头玉女的美满爱情 似乎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但当初金素颜之所以会那么快选择和李商宇 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的理由 有些与众不同 可以说是非常特别 说来大家可能不信 最开始的金素颜并不喜欢李商宇 竟然是因为她的特殊癖好 2016年金素颜和李商宇一起拍摄了韩国传动模式的家庭剧 家和万事兴就在这部剧里金素颜对李商宇产生了好奇心 因为在拍戏的八个月的时间里 李商宇一直穿着相同风格的衣服 戴领子的短袖提取 起毛的运动裤 满是洞洞的橡胶拖鞋 首次看到这种情况的金素颜对此感到很神奇 也正是因为这些异于常人的打扮吸引了金素颜的吸引力 让金素颜迅速注意到了这个奇怪的男生 并且经常关注他 而另一半的李商宇其实早对金素颜抱为好感 并且随着一起合作的时间越长 这种朦胧的感觉越浓烈 终于在合作拍摄六个月后 内心的感情就再也压抑不住了 有一天早上借着恣意的李商宇打电话向金素颜进行了表白 挑明了他对金素颜的好感 让这段朦胧的感情深根发芽 老友情于有欲就这样在电视剧拍摄结束以后 两人像许多音系生情的美心情侣一样开始了正式交往 据金素颜自己在节目中讲述 金素颜和李商宇两人正式恋爱后像许多热恋中的情侣一样 恨不得像是连体英每时每刻都待在一起 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长达15个小时 所以这要让化妆出门的金素颜睡眠时间大大减少 人也变得憔悴了许多 以至于金妈妈都忍不住调侃女儿金素颜当时的脸色比拍了50部电视剧还要差 而让金素颜如此沉迷在与李商宇的恋情中不能自拔 并且觉得可以和他相伴共度一生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因为李商宇在两人约会时 依然穿着和他拍摄戏时一样风格的穿搭 这要心动中的金素颜感动了踏实和可靠 没有那么多的浪漫也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 选择踏实可靠的金素颜在婚后赢得了幸福 自从两人2017年结婚至今已然五年了 但夫妻俩依旧像热恋中的情侣一样甜蜜 时不时的搞怪和温馨 看得出来不少网友直呼羡慕 如今这对甜蜜无间的明星夫妇 不仅婚姻生活活成了大量伴侣想要的样子 而且在事业上也是齐头并进 不过我想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说过金素颜 但一定会听说过顶龙 在顶龙里面的金素颜扮演的 倩许真是一个反派 却依然获得了许多网友的认可 并且有人称 她在顶龙里面的演技称为殿堂级的演技 金素颜靠着顶楼中的精彩演技 获得了韩国各大影视节的演技大赏 并且接演了九尾狐系列第二部 九尾狐传1938 这样的一个有演技又有颜耻的姑娘 怎么能不获得人们的喜爱呢 而李尚宇也是品鉴 谁都不爱我而正式出道 最终她饰演的男主角赵成柱 其后她又出院了电视剧爱情能再触电吗 喜剧片 青春漫画等多部作品 其中一部对我的青春呼喊 让她在日本打开了殖民度 但是真正让她为人所属职的电视剧 还是这部 糟糕之气俱乐部 她将帅气到高冷漠 内心埋着伤痛的本部长剧石俊 完美的演绎了出来 该剧在韩国从创下42%的高收视率 李尚宇更是凭借这一角色一炮走红 在剧中深情无悔的演出 更是广盛妇女观众的心爱 因此李尚宇有着大神杀手的封号 并凭借该角色 李尚宇获得了SBS演技大赏行人奖 走红之后 李尚宇并没有携带 第二天主演的《别再犹豫》 让她的演艺事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巅峰 在剧中 李尚宇饰演的企业接班人 韩太宇 被观众认为是韩剧界最神奇的男人 此外 李尚宇也不断突破自我 在《人生很美丽》中 吹了一位统治角色 与宋畅益饰演一对统型恋人 将外在眼光开了 而内心孤独抑郁的人物性格 刻画得精湛入微 近几年来 李尚宇也为观众带来了很多优秀的作品 包括《结婚的女神温暖的一句话》 《先前好的日子》 在上流社会中 他饰演的金佑珍的格格 虽然戏份不多 但是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拜托了妈妈》中 李尚宇与柳珍强强联手 演艺及魄力意气与豪爽与仪气的将军 在该剧更是创下 AGB首尔39% 以及TNMS全国39.1%的收视率 而预计在今年的12月份 他将要回归大萤幕 主演电视剧《红色气球》 饰演皮肤科医生高志源 有着初衷的外貌 加上幽默感 是一个完美的人物 夫妻俩在大小萤幕中 各自绽放光彩 真的很羡慕呀 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夫妻俩人 不仅是在事业上有色成就 更让我们喜欢他们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他们的善良 在去年 据韩国媒体方面的报道表明 伊人金苏贤和李尚宇夫妻两个人 目前为止为慈善组织捐献一亿韩人 这一笔钱也要用于 作为弱势人群的日常所需 报道称 韩孙言和李尚宇夫妻两个人 在了解了真正的状况之后 为弱势人群捐助了一亿韩人的爱心基金 希望能够帮到有麻烦的人群 而报道称 金苏贤和李尚宇捐助的这一笔钱 将要作用于帮到弱势人群孩子等 月东供暖费和费用等 两人期望在新官常规划的状况下 与小朋友们一点爱心援助 让他们做出如此举动的原因 其实也很简单 那就是他们父亲二人 拥有一颗真挚善良的内心 其次则是为了感谢粉丝们 对父亲两人的支持和帮助 所以才有这样的方式作为报答 他们这样的行为 也是受到了粉丝们的广泛夸赞 如今金苏妍和李尚宇 从结婚到现在五年 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可是至今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不少人也因为这个因素 对他们的婚姻生活表示了担心 毕竟没有这个问题 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破裂的首样因素 不过大家的担心 虽然不无道理 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妻而言 似乎就有点多此一举了 坚悉这对夫妻很是罕见的人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两人牵着手互相依偎的样子 依然像刚认识的时候一样 每次出门被媒体拍到 都会成为大家羡慕的对象 虽说结婚五年 无二无女 但到现在依然能够保持人爱 这也说明了 他们就是彼此心中 那个对的人 我们也希望 他们能够一直像这样幸福下去 简直就是 重力寻她前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烂山处 试想每一天的金苏妍 都有她的老公在等她 而明天的李商与回家 而都有金苏妍在等她 灯火千万斩 则永远展示为她而留